哈喽大家好呀,我是小杂木 来看一下今晚卧谈会的内容 首先的话是皮肤优化方面 一画家的潘多拉 还有邦邦威松出的花 以及玩具上的皮纳塔 还有索木人的金皮日落黄沙 以上时装和过境的优化将在10月份完成 而炎丁幽灵公主由于设计到改模型 会在11月份优化完成 医生流营时装的特效呢已经加好了 将在这周五更新后上线 二,春节前的话会有囚徒的高级时装 而入脸式的金皮礼包 以及舞女的新时装将在万圣节上线 虽然说入脸是在国服的人气一般 但是在日服却有很高的人气 三,夏夏哥夏季的推理之间 会有圆丁的紫皮排气 体验优化方面 一,目前PC的话只能支持扫码动路 不会改回了 二,会考虑对地图的整体亮度进行调整 三,会增加一条显示冒险家输液存量的快捷消息 其他方面 一,会考虑对每日限免角色进行扩充 二,噩梦极尖管者人机正在开发 本周的话会上线黄一之主 三,之后会在重要的节点推出新的3D涂鸭 好像目前的话只有小丑这个3D涂鸭 然后就是第四个 前进个新动作的话会考虑返场 新赛季的话会有雕刻家的拜访动作 五,冠军皮肤的图标会跟下一批冠军时装一起上线 六,归宿参观人数的话会努力增加到8-10个人 最后的话就是主线剧情将在11月份进行版本更新 大家的话可以期待一下了 好了,以上的话就是本期窝堂会的内容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